床前明月光,一世纪上霜, 去头望明月,去头四股香 20岁的卡米尔黛泽近日结束 在广州持续三个月的实习,返回法国 2024年年初,卡米尔黛泽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提出实习申请 成为该校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实习生 在广州持续三个月在广州持续三个月,在广州持续三个月 因为我喜欢学习的语言文 我讨历了中国,我讨历了我讨历了 所以我讨历了我讨历了最好的方法 在广州持续三个月的语言文化学院 他们也让他们发展的语言文化 所以我讨历了我讨历了广州持续三个月 卡米尔黛泽是巴黎的十二大学,国际行政 和国际交流专业大二学生 他的爷爷是法国巴黎大学荣修教授戴泽 1997年秋,戴泽受到实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法语副教授郑立华的邀请 作为该校科座教授第一次来到中国 与法语专业的师生一起研讨人类学研究方法 多年来组织开展包括广州人的日常生活 中国自世代人研究等主题的调查研究 在爷爷的寻陶下 卡米尔黛泽从小对中国文化著迷 我选择随了我的父亲 因为他常常说的中国 这是一个大国际的国家 我没有听到他说话 我学习的中国文化 我学习了十五岁 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 我认为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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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种文化 我认为中国文化 我认为中国文化 我认为我的父亲 来到中国以后 卡米尔黛泽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他发现与年轻的法国人一样 中国年轻人也活跃在社交网络上 而中国年轻人 在直面困难跟挑战时的勇气 也让卡米尔黛泽十分敬佩 我认为中国人一样 他们都不同 所以很难以为他们 但在我的图里 我认为中国人 他们都在养工 工作人员 承认 帅人 和平衡 在朋友的陪伴下 卡米尔黛泽走访了中国 北京 上海 广州 西安 桂林等城市 他感叹中国城市发展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也被非遗传承人的匠年精神打动 他明白了别业心中的中国情节 然后还有食材 食材有些食材 这些食材是象律的 这些象律的象律 例如鸡 这是一节饭的食材 或者鸡饭吃到新年 因为这些食材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食材是非常有趣的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卡米尔戴泽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为法中交流和合作作出贡献 我认为这些交流和中国传统的交流 进展开了 我许戏中的货产 经账和中国传统的经济 我希望我发现 先说过来北京 和我经历过来的生活 我家人和佃友们在法尔子 我认为这个朋友也有关的 在美国众产的关系 然后我没进入中国 新闻